人家提台湾是科技指导 半导体绝对是台湾之光 阿伯森要讲这个故事 我就想到以前让人家非常敬佩的 李国鼎先生 那时候我们这个要求人才的话 我们是跑到美国去 去这个得作仪器 去所谓的IBM 或矽谷里面去找人才 然后去拜托他回来 都是非常理议的 但是我们现在说真的 对人才的理议 各方面都已经不如以前 当时张忠谋好像是在得意 把他找回来的 对对对就拉过来 那我们用一个空白的 一个所谓的白板这样来讲 就是说记忆在2000年之前的话 联电是最早的 那台积电是后面才成立 所以联电的人的话 都出来成立台积电 所以联电的话是哥哥 台积电是弟弟 但是在联电依三威名的时候 那个阶段的话 开始蒋霸把台积电 这个所谓的走到另外一个阶段 0.13微米的时候 其实所有全部都是IBM 德州仪器 Intel技术移转 都没有自己的技术 那时候我们要写一下 是技术移转 对对对对 我们还没有自己的 然后2303 这个是所谓联电 2330 那个时候开始在0.13微米 在2000年的时候 开始有一个重大改变 就是IBM提出了一个 所谓的0.13微米的制程 因为这个时候最痛苦 同制程要转过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谁都没办法做 像中心办导体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Glow Founder 以前特许办导体 那个时候都没办法 最后他们只能 去跟联电一样 去要求IBM 去要求德州仪器 要求Intel 你给我技术移转 但是人家给你 技术移转的时候 都唱一些保守 那或者是 有很多会给你凋然 而且也要收全力金 那个时候讲罢的话 他开始就想就说 我们要自己技术移转 那如果失败的话 可能就不如别人 别人人家有技术移转给他 有教功夫给他 那时候本来 研发人员只有120个 他一下子增加到3000个 你说讲罢增加的人才 然后这个所谓的 这个研发费用25亿 然后第二年 在研发0.13微米 发现很多困难 增加到7000个 研发人员 然后这个所谓的 这个研发费用 增加到350亿 肯花钱留人才 你看看 研发人员从120个 增加到7000个 费用从25亿增加到350亿 所以原则上的话 当时是这样增加出来的 所以两个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这个差距的话 我们用一个来做一个表达 比如说0.13微米之后的话 是32奈米 知道的话是28奈米 你说0.13微米的晶片 一片卖多少钱 950块钱美金 你知道到28奈米的时候 一个晶片的话卖多少钱 5,850美金 所以当你联电 还是在0.13技术的运转的时候 你在那时候售制IBM 你只能卖950美元 但是我台积电 因为我120人 3000人 7000人 我的研发费用一直增加 我技术突破了 结果我到28奈米的时候 我技术已经领先你 我的晶片一卖一片的话 是5,850美元 你卖一片只有950美元 跟联电 跟特许办脑体 跟大陆的中心办脑体 那个所谓的技术 就差距越来越大了 其实三星为什么今天做的 不是那么好 因为它之前也是IBM移转的 之后它开始自行研发 它知道台积电成功了 它要开始自行研发 但是这个东西 在一个制程里面很困难 就光照 Mask光照 晒图 晒图 像所谓的这个面板 有时候要晒7到9个程序 有的晒到43个程序 这个晒图光照的技术的话 是最困难的 所以要前面也要晒 后面也要晒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 因为这个三星是技术移转 前面它都懂了 后面它不懂 因为以前它是技术移转 现在开始做 它现在的问题的话 是后面这个光照的部分的话 三星两粒一直没办法提升 但是虽然台积电是16纳米 比三星14纳米差 但是问题它技术太纯熟了 它一直移转到现在 它整个技术的一个所谓的进程的话 越来越顺畅 所以一下子做出来 我虽然是16纳米 你是14纳米 但是我整体的效能比你多10%以上 所以为什么就说 为什么他常常在讲说 我们没有两地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当时在2000年的话 确实把台积电做个分水嶺 这个最大的工程之一的话 讲霸应该是激功绝尾 好 感谢文塞了 讲上意 这个一听才知道 原来从技术移转到2011年 台积电跨足到28纳米刚刚 冰原那个时程表 奠定了台积电未来的成功之路 希望台积电越来会越好 这样我确认一下 台积电冰宇如果现在股价的操作 给一点建议好吗 我认为台积电应该还是可以维持 长多的一个格局 其实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跟大家去统计到 过去这10年以来 台积电除全席过后的表现 几乎10年下来的话 有其中的9年 它都能够完成填席的动作 甚至这个跨年度上面来看的话 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所以的确它也是很适合 如果你是长报或长期持有者 他来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再加上它有未来性 好 台积电这一大块主题 我们讲很多了 真的因为太重要了 所以深入剖心 接下来对餐饮业界的你我 实在是也是市场震惊的 怎么王秉集团的老板带胜意 在今天突如其来宣布退休 你看王秉的股价看分 今天呈现了大跌 而且他股价跌到264块半 他看K 是从前面的四五百块 这样子掉下来时间拉长 最高的时候还高达400多块了 今天我们亚裔的是戴胜意 提早了三年半宣布退休 是有藏什么内幕消息吗 以今天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实是疑点重重 第一个是在于说 原本他的股东会说 我打算在65社的时候退休 就没想到今天突然间 传出一个声明稿说 我已经决定在这边 今天就正式做一个退休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疑点是在于说 在这个过去所谓的一个 王品的一个发迹史里面 他的所谓的一个董事长 跟副董事长里面当中 都是以董事长为主要的一个 对外发言的一个管道 因为大家想到 王品就是带胜意 这个是基本上大家的一个连结 但在今年比较异常的地方 是在于说 这个副董事长陈正辉的一个部分 在今年大概五月份 接受杂志周刊的一个专访的时候 他就提到说 他认为说目前这个 原本的副董事长应该已经退休了 那董事长的部分 已经退到二线去做一个 比较背后经营的一个状况 这跟过去 所谓王品给人家印象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过去大家就想说 你要访问王品的新闻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带中嘛 那现在没想到 这个副董事长 居然有一些月权的一个状况 所以市场就开始在纷纷猜测说 这个王品背后 是不是有一些经营权之争 是不是有一些逼宫的一个状况 那第三个一个异常点是在于说 过去像这个所谓的 戴胜疫宣布退休这么大的事情 今天下午的记者会 应该亲自出面来声明 结果没想到今天下午 是由公司代为召开记者会 他个人只发表了一个 所谓的对员工的一个 声明性的一个部分 所以从这样的种种一点里面 你就会发现到 到底是不是戴胜疫的一个部分 有一些眷情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市场开始传闻说 在过去到去年到今年 整个一个王品其实蛮多的一些 风风雨雨纷纷唠唠唠 不管在食安风暴 或是在一些问题 牛肉一个部分的话 都看到有一些所谓的 经营团队他的处理的手段 不是那么完善的一个状况 其实说到那个陈正辉 今天我们最近消息 就是刚刚看到的新闻稿 就外传现在说陈正辉是接班人 结果最新的回应是说 不见得是王品像一个接班人 还要开董事会再改选 只是在戴胜疫退休之后 陈正辉先接上来就对了 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也是很奇怪 如果是由陈正辉站带的话 发言人干嘛还特别去讲说 他不是接班人 那也不是对未来的一个 所谓的戴董事长的部分的话 戴指路的戴董事长的部分 有一些所谓的 就是不太尊重的一个状况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发言 或从这个新闻的一个内容部分来看的话 都看到说背后其实是有一些疑云存在的 那当然大家对于陈正辉是比较陌生嘛 因为过去好像也比较少听到他的消息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从大概2003年之后的话 就带着王品的一个集团 去大陆做一个发展 做整个事业的一个版图的一个布局 那过去他是王品创办第二号的一个员工 他员工编号是0002 代表他过去跟戴董事长的部分的话 其实关系非常的好 但在近几年因为在大陆发展的一个结果 再加上本身台湾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状况 并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整体上他在集团里面 不管是在绅士的部分 不管是在整个话 整个对集团发言的一些所谓的讲话的部分 是越来越大声 那从这个王品近期 他在所谓的一个大陆跟台湾布局的一个状况 你也会发现到 很明显的是大陆的布局这一块 慢慢在做一个提升的一个动作 很快 它展店数越来越多 连光王品就60加12锅这些 反倒台湾的这个 你看慢咖啡也要关了 台湾的市场好像有点微缩 对 因为台湾整个品牌 经营到现在有一些百花缭乱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已经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家是王品的 哪一家不是王品的 所以就整个品牌的一个经营来看的话 目前也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部分是来说 整个大陆展店的部分 慢慢看到大陆因为所谓的消费实力 跟物的物价相对是比较高 所以整个营收的一个比重 已经超越台湾的一个比重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 也代表说整个大陆目前是王品主要获利的来源 那大陆集团事业的一个总经营的部分 当然他就会有一点想要回台湾来做一个 整个集团布局跟整个集团经营权的一个 一个争夺的一个情况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现象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次整个所谓的王品集团的部分的话 目前的情况看起来 这个所谓的副董事长 目前是带整个带董事长的一个职位的部分的话 这边以现阶段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当然对于整个王品后续的发展的话 可能还是值得特别观察 如果说这个带董事长 带盛益董事长的部分 它是一个裸退的情况 未来对经营不再介入的话 也许王品这个股权之争 金钱之争或逼宫之争的部分的话 会慢慢落幕的一个状况 但你回归到整个王品 目前它不管是在集团的一个营收的部分 或在集团的一个毛利率的部分的话 目前都看到比较大的一个隐忧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就王品的一个营收状况来看的话 从2014年的一个高峰之后 开始一路往下就会滑落的情况 那当然也伴随到台湾 最近面临到很多一个食安风暴 对王品的一个形象是一个重挫的一个状况 再加上说王品你发展了这么多年 每次母亲姐都去排王品 排到现在其实大家都已经不太想排了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整个企业的一个成长 在台湾也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瓶颈 所以你可以发生到 营收的部分在下滑 股价的部分 最近也持续在低档 做一个盘整的一个状况 再搭配上说 整个王品目前号称它的毛率 还有52个百分点 但你可以看到就最近这个毛利率年增率的部分 紫色线是毛利率年增率的走势图 每下预矿持续在做一个下滑 代表说它这几年 虽然说营收的数字还维持得不错 但赚钱越来越少 那再来说最近四季的年增率的部分 也是出现一个下滑的一个情况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 王品目前它的经营 是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那展望它的未来性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也发现到 就算它大陆的一个业绩是慢慢起来 但是大陆目前的一个情况 大家也是会有一些担忧的 那过去它的一个事业版图 曾经往所谓东南亚去跑 但陆续也碰到一些所谓的铁钉 或整个一个风俗文化不同的一个状况 也碰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代种的一个退休的部分 可能有本身内部的问题 也有本身这个产业往下走 走下坡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王品的周K或月K好不好 冠金帮我做点小补充 有一时候真的 现在国内投资人应该会不太想参与IPO 或者是说觉得为什么老是这样 王品的最高价格就是它新挂牌 IPO那时候517块 接下来呢 而且这是在2012年 事业最高峰刚刚的汉尾的资料是在2014年 股价再冲一波来到500块钱附近 从此而后就掉下来 来到200多块 所以以你的观察冠情 这个王品是因为 你刚刚看到那个汉尾的品牌 是因为它品牌太多 多到没有办法控制它的经营状况 还是怎么样 品牌多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王品的 看一下刺卡 这么多的品牌 到底它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那股价的操作呢 给点建议 其实它应该也不算是失败 只是说这个最近为什么跌那么惨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说因为他们是这个 他们很多员工啊 这个如果你做很久了 他可能手上股票真的很多 但他可能就是陆续把股票给卖了嘛 那一开始为什么能够股价那么高 因为有必所齐啊 可能你可能进来我这个王品 你做到店长 你可能未来三年或两年都不能卖 但是你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看到其实它第二次到500块之后 后来跌起来速度就算比较快了 加上那遇到这个食安风暴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其实我想品牌多不多 其实这是这个经营就很难讲是对或错 可是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到 在食安风暴之后 它的生意真的变差了 所以它可以投资吗 我重点是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对这种股票的 二期自首的股票来讲的话 是比较看法是比较负面一点 因为食品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状况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他们一定都是很有良心 好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跟参考 总之食品业确实风险是比较高的 上次我也跟大家提醒过了 食品食安问题 希望大家都吃得健康 可股价是有点点压力的 就要像我们看今天的大盘 大盘我最担心就是量不太够 那明天呢 看盘重点 好的 我还是觉得高价股很重要 因为今天一看到 哇 享受跌停20几块 幸华跌20几块 细准跌20几块 大家一看到高价股跌那么多的时候 大家就紧张害怕 所以我想明天高价股的止跌力道很重要 那第二个 除前席有没有填取很重要 因为台积电这个除前席没有填前席 所以就引发大家就是参加除前席的意愿 就不是那么强 那明天有核大除前席 因为核大的业绩还不错 细创 保存 得胜 这几檔个股都是最近比较会涨的 明天这些股票如果填取效果很好 我觉得那个买气就会出 大家觉得说我成交出前席已经好很多了 我觉得效果就不错 那平概股很重要 因为平概股9月8号可能就要开始出货 所以平概股如果有拉伸 速度快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大盘的量就会出来 不要再两层都是ETF 入股的ETF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平概股 对大盘的成交量的一个恢复的话 有具备举足群众的一个角色 所以成交量如果能够挥舞1000以上的话 我觉得人气的拟据率会比较高一点 今天晚上太重要了 观察明天台股的变数 包括了今晚的欧美股 因为是希腊公投反对派 跌破大家眼镜获胜之后 果然今晚的欧美股都有压力 完整情况跟解读 所以待会儿的深夜新闻 感谢